大家好,我是马卡耶布 上期视频 关于中国为什么可以把月20做到纯国产 但是C919还要依赖国外 我说了一下我的看法 当然,看法很可能和你不一样 你如果不同意 欢迎咔咔咔竹条反驳 只要有道理 我给你点赞,置顶 就怕那种 上来就亲切地问候我 啥都不懂在这瞎说 这种评论没啥意义 我换迹召唤师峡谷这么多年 对于这些亲切问候 我差不多已经免疫了 视频发出去 大家的反馈远超我的想象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 反倒是听到我列举 C919的各大系统供应商 发现都是外包的 竟然不是商飞自己做 很吃惊,很意外 说他们这飞机造的 也没啥技术含量啊 这一堆零件买回来 不是吹 交给我 我都能把这个飞机给装起来 这个观点 我就不反驳了 整机设计和整机机成 它的技术含量 有多难 对应多大工作量 有多大意义 我之前也说了不止一次了 再重复一遍 那就是水视频了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有必要带大家看一下 世界上其他几个前辈公司 波音空客和八行工业 他们是怎么造飞机的 是不是全部都自己干 先介绍一个概念 叫风险供单 造大飞机这种事 它是个商业行为 搞一个新型号 投入特别大 风险也特别大 项目如果成了 能大赚一笔 如果没成 那能给你赔到姥姥家 基本上没有哪个公司能扛得住 甚至一个国家 它都不一定扛得住 比如空客的A380 研制经费就达到了150亿美元 1000亿人民币 即使附入欧洲 抢入空客 这钱它花的也心疼 更何况 这项目一干就是七八年 空客闷头把东西造出来 抱着大飞机 从图鲁兹的厂房出来 发现沧海桑田 大清亡了呀 八年前 那些口口声声说 喜欢大飞机 越大越好的国家 如今疑情别恋 说太大了受不了 装不满 太费钱 开始喜欢小飞机了 哎呀 那空客心里那个难受啊 就是因为风险太大 所以研制一个新飞机 主机场都会在全世界找搭档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供应商 但是这个供应商 可能和你理解的供应商 区别很大 非常大 比如利波海尔是空客的供应商 很多人理解他们俩的关系 就是简单的买和卖 你可能觉得空客要造个新飞机 会给利波海尔说 哎 老弟 我这准备弄个新飞机 你啥时候有空了 给我拉两套飞机空调过来 哎 到时我给你钱 空客这么一说 利波海尔可能就懵了 他会问大哥 你这空调要多重的 要多大尺寸 多大制冷量的呀 这三连问 肯定能把空客问住 简单的三个指标 他自己很难答出来 空调要多重呢 不知道 因为空调的重量和飞机的机翼设计 发动机推力 以及其他所有系统的重量 都紧密相关 那空调的尺寸呢 哎 也不知道 因为这和机身设计 以及其他系统的安装位置 也有关系 那制冷量呢 更不知道了 只要看飞机上的电子设备 会发出多少热 太阳光照进来 飞机会吸收多少热 向外面也会散发多少热 所以 空客他肯定打不上来 利波海尔说 大哥你这啥都不给我 我咋给你送空调啊 我拉过去装不上 或者装上了没法用 那不是尴尬了吗 空客也为难 因为他自己确实定不了 最终 想了个办法 感觉挺好 就给各个系统供应商打电话 说兄弟们 我这有个小请求 我这坐飞机呢 自己说不明白 我这飞机需要什么样的系统 我说不明白 你们的活就没法开始干 我想了个点子 你们看行不行 就是你们所有的系统供应商 都派人来我这 咱们联合设计 在一块闷头干两月 该让步的让步 该妥协的妥协啊 各个系统供应商一听 哎呀 大哥 客气了啊 这叫啥小请求啊 根本不算个事 然后呢 空客又说 哎 我还有个小请求 就是这个项目啊 太贵 我估计了一下 百八十亿估计打不住 利博海尔一听吓一跳 说不可能吧 大哥 咋这么贵 空客说 你嫌贵 我还嫌贵呢 你看现在哪有新飞机啊 都大鹏的飞机 我真的怕项目黄了 咱这家里也不厚实 你们都知道 要不那样吧 这研制飞机用的钱 咱一块凑行不行 我出大头 你们出小头 项目万一黄了 咱一块赔 要是成了 哎 一块赚钱 刚开始利博海尔一听 不同意 说大哥 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呀 没这么干过呀 我来找你卖东西 合着你一个妹买 我还得搭进去一把 后来空客说 一楼底 你咋整啥的 全世界造恐吊嘞 那可不止你一家呀 霍尼伟昨天大半夜就瞧我闷 说造恐吊这货他想解 你想想 以后这飞机一开卖 三千价无千价都不成问题 包装你吃香喝辣嘞 咱再偷这点钱 他算钱吗 反正最后就是威逼加利诱 各个系统供应商都出钱了 研制空客A380 花了150亿美元 供应商就出了31亿 占20% 相比空客 波音在风险供单这件事上 做得更彻底 研制波音787 整个项目70%的研制任务 都包给了供应商 现在明白啥叫风险供单了吧 通过这种方式 分担风险 当然也分担利润 全世界都这么干 波音空客这些主机厂 你可以叫他们飞机制造商 但是我觉得叫飞机集成商 也许更合适 说到这儿 咱干脆拿波音空客和八行工艺 最新款的飞机看一下 这些主机厂大佬 他们是怎么个风险供单吧 波音选的是787 空客选的是350 八行工艺选的是EJET E2 限于篇幅 我们就只看五个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系统 发动机 航电 飞控 液压 和起罗架 下面说的不一定全对 如果有错误 欢迎指证 别不好意思 波音787的发动机 有两款 供应商分别是美国的机翼 和英国罗罗 航电供应商是机翼 飞控系统的供应商 是美国的霍尼维尔 液压系统 是美国派克 起罗架是法国的塞丰 空客A350的发动机 是罗罗的 航电是美国的克林斯 飞控是霍尼维尔 液压系统是派克 起罗架是欧洲的利波海尔 加塞丰 八行EJET 发动机是美国普惠的 航电系统是美国霍尼维尔 飞控系统是美国的穆格 液压系统是美国的PTI公司 起罗架是欧洲的利波海尔 说到这插一嘴 利波海尔到底是哪国的 有人说是瑞士 有人说是德国 其实这两个说法 也可以说都对 利波海尔的总部确实是在瑞士 但是他们的主要人员和实体 都在德国 好 插一嘴结束 从刚才的列举能看出来 世界上这造飞机的三个前辈 他们的核心系统 都是外包给其他公司 或者说风险供单 联合开发 所以从这看 中国商飞的C919系统 找其他公司做 自己负责整机集成 并没有啥问题 我也知道 很多人之所以不满意 是因为C919的主要供应商 都是国外的 没有中国自己的公司 这不安全 很容易被卡脖子 确实 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商飞的责任 这是所有工业界的责任 目前我们的工业基础就这样 高端制造业相比欧美 差距确实大 难道商飞的不想选国内的供应商吗 想肯定想 至少工作中 我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 但是没办法 大概率是找不到非常合适的 从有需求 到国内有合适的供应商 需要很多年 但是如果一直没有需求 那国内就一直不会有合适的供应商 这期的内容 其实到这儿 差不多已经讲完了 下面我们聊点其他的 在上一期视频 有人说 C919上面装这么多美国公司的系统 是为了更方便取得美国FA的试行证 首先这个观点 我深表认同 C919选这么多美国公司 作为供应商 一方面是人家做的确实好 上百年积累了 还是要正视差距 另一方面 也肯定有试行取证方面的考虑 同一个系统 人波音737已经装了 飞了十几年都没事 那你C919装上 去说服试行局 肯定也更有说服力 而且 C919去拿试行证 这些美国公司 也有动力去帮你 至少 他肯定不会给你使绊子 这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针对这个评论 我看有人回复 说中美双方 现在已经试行获认了 只要中国给C919发试行证 就会自动获得美国的试行证 哎呀 其实是非常高质量的评论 能说出试行获认这四个字 说明确实是懂航的 但是说的不对 首先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试行 以及试行获认 没法展开说太细了 以前已经讲过了 每一架新飞机想起飞 都要拿到政府颁发的试行证 有了这个证 意思就是说 这架飞机它是安全的 政府已经帮你们确认过了 放心大胆的去做吧 但是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能造飞机的没几个 你比如伊拉克 人足足卑卑都没造过飞机 他哪有能力去证明 一架飞机是安全的呢 证明不了 那咋办 这不发证说不过去 发吧 也不能乱发 不然人家笑话 于是想了个办法 说那样吧 我有个好大哥 在这方面挺有经验 我干脆就看他发不发吧 他发我就发 他不发我也不发 那全世界最有经验的是谁呢 美国 所以美国联邦航空局 FA的试行证 在全世界认可度很高 现在能和美国抗衡的 也就只有欧洲了 欧洲民航局 EASA 当然 伊拉克认可美国发的试行证 这还不叫护人 只有美国也认可伊拉克的 这才叫护人 但是实际上不大可能 咱换个例子 欧洲在这方面不是也很强吗 比如有一天 波音出了个新飞机 FA审查之后 给他发证了 然后波音就开着这个新飞机 去找欧洲的雅萨 要取舍航证 雅萨一看 FA已经搬了呀 那我还省个毛啊 费那劳劲 那啥 你把你在美国试飞的数据和资料 给我就行 我瞅瞅 后来干脆图省事 连瞅都不瞅了 只要FA班证 雅萨也直接给他发试航证 美国一看 欧洲照理会来事啊 那以后你审过的飞机 我也不审了 直接发证 最终形成双方的试航互认 试航互认的基础 肯定是你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 和经济实力 1991年 当时我还没出生呢 中国就开始和美国尝试试航互认了 最终的结果 是中国接受美国已经认证的所有民用航空产品 但是美国只认中国的小飞机和一些飞机领舰 大飞机不认 这很好理解 就是中国没有大飞机研制和认证的经验 人家也不敢认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研制了一个小飞机运12 取得了美国的试航证 这也是中国产的飞机头一回拿到美国的试航证 到2000年之后 中国研制了ARG21 在试航认证领域 这已经是妥妥的大飞机了 凭借这个型号 中国想再次尝试与美国的试航互认 要试航互认 你就要证明自己的试航认证能力啊 那咋证明呢 就是中国的民航局在审查ARG21时 美国的FA会派人在旁边看着 就像中国民航局工作人员的影子 所以这种审查又叫影子审查 影子审查的主要目的 就是看你审查飞机的能力 是不是满足FA的要求 双方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在FA的最后总结中 也指出了咱们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不足 最终 试航互认没有成 但是为后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之后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 飞机项目也越来越多 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 2017年 中国和美国签署了 试航实施程序 新闻报道说 实现了中美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 全面对等呼认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只要中国给C919发试航证 这个飞机就会自动获得美国的试航证呢 没这么简单 这个协议有个原则 就是基于安全风险的监管原则 啥意思呢 就是你的经验越少 它风险就越高 监管也就越严 比如中国 第一次造这么大的干线客机 经验少 那风险就高 美国审查时 就会严一点 该查的数据还是要查 该做的实验还是要做 我认为这个试航护认 主要还是对后面的型号有帮助 慢慢的咱们试航取证经验更多了 在航空领域努力成为下一个欧洲 那拿到美国的试航证也就更容易了 最后又有人问了 为什么非要拿美国的试航证呢 我这飞机造出来 不飞美国不行吗 首先我可以飞国内啊 然后周边国家 像什么日本韩国东南亚了 随便一整 那也能卖个几千架呀 有一定道理 如果C99没有美国的试航证 那它飞国内确实没问题 但是想出国 去日本 去韩国 就不行了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认可美国的试航证 中国的试航证 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还是和美国以及欧洲的 相差比较大的 好 这期事件不短了 赶紧打住 每天关注的 欢迎点个关注 我是马卡耶夫 大家下期见了啊 好 好